民間特徵組 阿比特派員初級 明年是陪審團 民間特徵組 阿比特派員初級 全名都是陪審團 但我今天不找陪審團 而是找一個特別的人物 請幫我轉身 1 2 3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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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來找廖元豪老師 老師號稱正大的周星馳 因為他有一張明星臉 就是周星馳 但老師今天呢 老師你今天要教我雙結棍這東西 對 我們可以來教幾招 所以我們要怎麼 雙結棍這個怎麼用 這小型這很容易打到頭的 所以我帶一個泡棉的給你 練習用 練習用 對 練習用 來 你在這邊比較安全 好 我們最簡單的基本動作 來 夾在手上 夾在腋下 然後你看看能不能 看著前面你要有一個人 你打他 然後甩出去 把他收回 這樣 來 試試看 甩出去 對 這是基本動作 等一下喔 好 如果你夾不起來 你就甩出去就好了 甩出去 對 甩出去 老師他雙結棍是要用腕力嗎 對 用腕力 好 用腕力 好 至少先用腕力 來 試試看 甩出去夾 沒有夾 對啊 所以這是要練的 以前我剛開始練的時候 看著鏡子練 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因為崇拜李小龍 然後後來周星馳也崇拜李小龍 所以我就覺得戴著這個好酷啊 嗯 所以老師當初是因為李小龍 就練了 對 我小學的時候 就拿報紙捲起來 拿橡皮筋綁起來 然後這樣子開始練 1 2 3 欸 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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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 老師那我想問啊 因為其實啊 你可以有感覺到現在喔 就是說那個 我們就是物價非常通通 去年10月開始 11月的時候就開始 物價開始上漲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錢變得越來越薄啊 那是不是老師 因為會不會 老師有什麼抗通膨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 通通是大勢所趨 我們只能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當然大家都是要省錢 可是有時候 我本來就不是很會花錢的人 所以要特別省也很難省啊 所以只能做什麼呢 就是工作更辛苦一點 多接一點案子 以前很多人可能 我多休息一下不用加班 那我也一樣 有一些會議我就不去開了 有一些案子我就不接了 那現在可能覺得 還是接一下吧 所以就變成大家要更努力的去 賺更多的錢 要不然連一碗那個 隨便一個麵包 30塊都變35塊了 都漲了 另外一個就是要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就是 通膨啦 所以我本來的房貸 也等於變少了啊 本來兩百萬的房貸 現在覺得兩百萬只相當於幾年前的 一百五十萬 自己感覺良好一下 舒服一點 要不然每次去買個 去買個便當都覺得很心疼 嘿 今天謝謝老師來 教某雙結婚 老師 因為我們就是快過年了嘛 那你用什麼話想要對觀眾朋友說一下嗎 好 當然是預祝各位觀眾朋友 新年快樂 那麼同時呢 在疫情期間請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與安全 能打疫苗要打疫苗 能戴口罩要戴口罩 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幸福 安然的度過疫情 好好的過這個春節 真的就是健康過年比較重要 對 那我們今天謝謝老師來 繼續教我雙結棍 那其實我們也有訪問一些民眾對抗通膨的看法 那請看 不過有一點 理財很重要 嗯 理財真的很重要 例如怎麼理財或是什麼 多看一點去 嗯 現在要找理財的資訊 真的太容易了 嗯 那錢放在銀行室 一定是被通膨吃掉的 嗯 現在的我都覺得 通膨 覺得錢真的是有壓力了 真的做好理財 理財分配 理財分配 例如啊 對啊 例如 嗯 外地壓或者做一些其他額外的投資啊 理財配置啊這樣子 對 就是要對自己的原有的資產再做一些規劃 不能說全部都把它放在同一個籃子 我自己 對 認知啦 沒辦法 啊 物價會漲高 嗯 可以期待的 都看有沒有辦法 押制一下 富有人一分鐘賺14億美金嗎 嗯 那你窮人十倍也賺不到14億美金 整個世界大戰啦 太快了 那物價都一直上漲啊 對啊 那因為你留美金也不是台幣也不是 人民幣也不是到底是哪個幣子 那我們台灣現在處於這種狀態 說實在的 我活到這個年紀 我不知道該如何抗通膨 已經恩賜了 從63年到現在 那種石油危機啦 我們被趕出聯合國 種種這種事情 唯一的方法就是 顧好自己 盡量不要拖累家人 在萬物街掌薪水部長的年代呢 很多民眾認為 對抗通膨的好辦法呢 就是好好理財 你覺得呢 透過聊天室 歡迎留言給我們喔